台南市政府招開喝酒開車 讓第一次酒飲戒指開動記者會 正式向酒駕來轉民選前 只有公共民眾喝酒要失業 才能夠淹保安空 而且喝酒絕對不能騎車或是塞車 能夠坐朋友的車 坐客廳車或是代理家室 現在台南市各大便宜 都有提供酒飲戒指 讓母車大家得到利用 有了選擇酒駕林鄉人 喝酒不要開車 開車不要喝酒的建設 最后台南市政府委診局 既辦酒駕鳳梨以及酒飲戒指 選擇的活動 台南市市長委員會 喝酒絕對不要開車 喝酒後坐公車或是開車 既定家室或是親友來接送 叫客人車或是代價的服務 大家每天看到電視新聞那麼多 看到有時候酒駕宣導那麼多 還是有人要酒駕 真的是讓人家無法接受 也很難理解 所以呢 我們需要社會更多的力量 來投入反對反酒駕 而且來舉發酒駕的這個部分 不是靠警察在 不只是靠警察在 重要道路的路口 或者是上這個路口 在那邊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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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講 有更多需要更多的民眾 能夠主動發現誰在酒駕 或是誰在餐廳喝了酒 那可去駕車 那我們要去處理 衛生火力保養來說明 在100塊9年 全國因為喝酒開車 出國希望的人數是 295人 受傷是1萬1千213人 可見喝酒開車的行為 那是在發生 一名朋友要記住 告分 大家知道 台灣這麼小 2300萬人 台灣進口的威士忌 在全世界排名第幾 大家知道 真的是 僅次於美國 單一存賣 更是 更是前 都是前三名的 台灣人這麼少 我們賺的錢 也沒有跟美國 跟法國比 可是我們進口的量 真是得名 如果用人均來算的話 那真是第一名 絕對不是第二名 現在全世界 他那個有好的 新的威士忌要出來 都先來台灣試賣 台灣人說好 他們才繼續把它擴大呈現 這個 這個不知道要說什麼 當然也是 在酒界也是 台灣變酒果英雄 台灣是全世界 這個 新的威士忌的 第一戰場 那這個帶來什麼後果呢 現在很明顯 年輕人喝酒越來越多 大家知道喝酒 大概平均都是20歲左右就開始喝 10年 只要10年的時間就成了 另外衛生法律部也要提供 想要改酒的民眾 每人每當四萬塊的補助 台南市 各大便宜 並提供酒應蓋地的服務 請大家 來利用 酒駕民後人 罪服上道 罪服上道 恨惜生命 恨惜生命 借酒就贏 借酒就贏 記者 陳德森 請今後 拆逢不得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